一点福宝向人类诱载了名场面 场面一跳起来躲避妈妈进宫 福宝使出轻功的那一刻 原本气势汹汹的爱女士都傻眼了 好家伙这是生了个哪吒吧 其实这是福宝偷学宋三岁的绝活 当初他搞偷袭想把爷爷拱下木床 对方轻轻一跃彻底打开他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江湖上就多了位身轻如燕的熊猫侠女 场面二模仿宋三岁搭角座 福宝从江爷爷那里学会了爬树 在宋爷爷这儿学会了屈膝搭角座 果然谁养的熊猫就像谁 场面三根江爷爷掰手腕输了生胖气 为迎接中秋爷孙俩进行了场掰手腕对决 江爷爷趁孙女不注意一鼓作气赢得胜利 结果福宝当场生胖气扭过身部里 一整个就是又菜又爱玩的两脚兽又崽 场面四根爷爷告状妈妈打他脸 这天福宝被爱女士痛点一顿 跑到宋三岁边告状边用小手比划 妈妈的脾气这么大 揪着我的脸这样打我 说着福宝还想拉着爷爷去报仇 宋三岁的冷汉刷一下就冒出来 寻思自己也打不过爱宝就直接溜了 福宝只好气鼓鼓地去找江爷爷告状 妈妈这样打我可疼可疼了 绘声绘色地模仿爱宝打他头的样子 就是说这么古灵精怪的小熊谁能不爱 场面舞被妈妈揍到抽抽搭搭 调皮的福宝因为跟着妈妈一起标记 被爱女士毫不留情的一顿胖疯 扶猪猪委屈地缩在树上抽搭搭 江爷爷得知真相后继心疼又好笑 无奈地把他搂在怀里内心安慰 场面遛和江爷爷手牵手 只见福宝边吃边和江爷爷手牵手 还任由对方抚摸自己的大闹 爷孙秦深的画面不知至于多少猫粉 可当宋三岁拿着胡萝卜花讨好福宝时 鬼机灵的扶猪猪却一把抽走小手 就连小饭桌也不让对方摸 只能说要怪就怪宋侍卫太凡熊了 场面七和爷爷一起玩滑滑梯 首次接触滑梯的福宝有些紧张害怕 宋三岁就把孙女抱在怀里鼓励他 还抱着福宝一起滑给他适应下 慢慢的福猪猪逐渐适应了刺激的滑梯 快乐地跟爷爷爬上爬下玩得不易乐 小脸像人类幼崽那样笑得格外开心 玩到最后都不愿回家了 如此可爱的福猪猪大家爱了吗 终于知道盲仔为何军训盲小五了 原来是想开发他的越狱技能 只见盲仔强硬地把小五滴溜到飞机上 表示要带他越狱去大鹅找小五拉丸 挖哥被吓出表情包抓着栏杆一动不敢 都知道盲仔是虫洞唯一成功出逃的小学 但败在嘴馋被奶爸用笋笋拟又回了家 盲仔就此失去和野生小鲜肉谈恋爱的可能 因此为了让小五找个野生妞生混血娃娃 盲仔给挖哥量身定制了魔鬼军训教训 小五每天刚睁眼就被老妈滴溜到外场中 先是来套死包用唇天然泥土洗洗涮眼 随后盲仔耐心教挖哥趴直挺挺的大叔 绝对没有一言不合就抱摔孩子等行为 结果一身反骨的小五胆着机会就跑了 小短腿都倒腾出火星了还是被抓住了 最后挖哥和奶爸密谋了一番 用身体将对方成功拉入己方阵营 就是说批大点玩意儿心眼还不少 不知是盲仔想开了还是挖哥学乖了 最近小五竟主动跟老妈表现爬树 看到对方心思没在自己身上 小五急了跳下来不停骚扰老妈 你看看吗你看看吗 三二一 你不看我爬树 我都不让你吃竹子 不愧是母子俩将脾气都一如一样 虽然挖哥牙没长几颗蛋已经吃竹子了 哪只勤勤恳恳吃一下午 到头来就只是给竹子来了个按摩 此外正处于最活泼好动年纪的挖哥 开始学二馆长于爱追小鸟了 就是不知挖哥未来会沾染几条鸟命 而盲仔他儿子蹦的半天都没能抓到一只 当即表示要带他上天近距离狙击不顾女 小五吓得挪动着小碎步逃之夭夭 心想别熊开飞机要前老妈开飞机要命 趁盲仔不注意挖哥跑到吊床上躲着 原以为小五终于能享受悠闲下午时光 但看着老妈气势汹汹的身影 他知道自己完了 随后就被气得跳脚的盲仔狠狠教训一通 就是说这母子俩都挺让人心疼的 众所周知盲仔之所以下定决心机娃 是看到了隔壁二姐被废头子压制的话 如今他做挖哥的情景也被可爱兄妹亲眼目的 看着表弟捏捏的就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 兄妹俩格外庆幸二孙妈妈性格温柔 对此加盼盼加月月表示完全不能赞同 你们是没见过老妈助力创回我俩的场景 只能说可可爱爱你们就偷着乐吧 至于挖哥在忍忍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三太子急到抓耳挠腮 原来这小子的越狱工具又被奶爸没收了 前不久动管部的木书给蒙兰安排了新鲜玩意 没曾想这个小绿盆 仅仅陪了三太子十一天就一年早逝 可以说在蒙兰的所有破烂玩具中 似乎没有比小绿盆的一生更短暂的 起因是在五四青年节那天 蒙兰为了展示青年熊的朝气蓬勃 把自己的小绿盆从水池里叼出来 用大脑袋把盆盆推到了粉丝面前 本以为三太子是想给粉丝送礼物 但很快游客们就察觉到不对劲 只见他把小绿盆翻了过来 然后踢到墙甲 熟练地踩在上面两只手扒着窗台 不用猜这小子的越狱魂又在熊熊燃烧了 结果就是第二天小绿盆直接被没收了 要知道这个小绿盆蒙兰可是爱不释手 天气太热的时候能放到头顶上遮掩 还能灌满水浇树渴了还能当碗用 然而就是这么个一盆多用的好 只因自己把它放到墙边用脚轻轻踩了下 就被奶爸当成作案工具无情的没收 事后奶爸奶妈为了补偿蒙兰 又给这小子搬来了一个大篮筒 新玩具什么都好就是被奶爸用铁刃拴住 看来人与熊之间的信任当然无存了 很难不让人怀疑木书是批发买的铁刃 就是不知道蒙兰喜不喜欢纯玉丰的装饰 事实上奶爸的担心也完全不是没有理由 毕竟三太子可没少谋划越狱大事 早年间这小子就仅停一颗玩具球 翻过铁栅栏来到墙头完成了越狱 只不过后来被奶爸拿美式引诱了回去 作案工具也被没收了 后来蒙兰又盯上了院里的大黄球 可这颗球就是站不稳经常摔跟头 此外院里的红凳子不倒翁小球 甚至就连麻袋都被他当成作案工具 而被三太子霍霍最严重的当属小篮车 但可惜小篮车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竟直接表达 气得蒙兰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撕了得稀巴烂 木书看到后立马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听到一半不爱听的蒙兰直接扭头走胸 你说你拆他干什么呀 给你弄俩玩具 不是给你弄一玩具 你小点劲儿就没 我说你两句又走是吧 没劲了 毕竟咱三太子主打的就是一个虚心接受 坚决不得 前不久未完成伟大的越狱事业 这小子竟盯上了隔壁装修师傅的爬梯 心想这东西简直就是妥妥的越狱神奇 于是蒙兰三番五次跑到玻璃窗前 跟师傅工人们套进步 甚至还先殷勤主动帮人家擦起锅了 可无论这小子怎么求师傅们帮忙 最后都遭到了无情拒绝 不过三太子可不是只轻易言弃的小学 就是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图案工具又是什么 这样可爱又有趣的萌萌难怪会成为 带娃不亦爱宝叹气 原来逼疯优雅的爱女士只需要一个熊孩子 这天爱宝正坐在木架上惬意地吃着竹子 谁料下一秒福宝就走了过来 爱女士顿时感觉手里的竹子不小 目不转睛地盯着熊孩子看他又整什么妖无子 只见福宝慢悠悠地爬上木架 一把抓过妈妈面前的竹子大快躲 看到这一幕爱宝叹了长长一口气 然后满脸愁容地继续干饭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孩子 要知道福宝没有一顿打是白爱的 爱宝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院里的花花草草 没曾想等到福宝出生后花园直接变荒原 凡是福宝经过的地方定被他折腾的寸草不生 最后等待他的只有亲妈的大耳瓜子伺候 当福宝上一秒造完青团 下一秒他就在妈妈的脑袋上使劲蹭 看到妈妈正在专心致志地吃竹子 捣蛋鬼从后面搞偷袭把爱宝吓到一哆嗦 不仅如此妈妈吃饭他直接先捉了 妈妈不让爬高他偏要往最高的树上爬 每次在泥地里打滚把自己弄成脏脏熊 福宝就要找最爱干净的妈妈贴贴 难怪经常能看到爱宝追着熊孩子满院跑 甚至母子俩就连睡个觉都能闹矛盾 这天一大早江爷爷就看到福宝和爱宝离得很远 直接问到他们是不是夜里打架 看到母子俩都沉默不语 江爷爷凭借对大孙女的了解 猜测一定是捣蛋鬼福宝诱人妈妈生气 只见福宝像个犯错的小孩一样掩饰着尴尬 而爱宝女士则是被熊孩子折腾到筋疲力尽 坐着就开始呼呼大睡 别看福宝经常性逼疯爱宝 实际上她还是害怕来自亲妈的血脉压制 有次福宝非要抢妈妈手里的竹子吃 只见爱宝一个眼神杀福宝瞬间静止 然后乖乖把手里的竹子给妈妈吃 但爱宝为了福宝的安全 极力阻止她爬到很高的树上玩 没曾想调皮的小家伙直接给了妈妈一巴掌 只见爱女士生气的瞪大了双眼 福宝立马被吓到不敢动人 而这天福宝本想悄悄爬上木架吃竹子 谁料爱宝一抬手他本能反应立马护住头 熟练的动作着实让人有几分心疼 看来能压制小霸王福宝的只有亲妈 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这么小的熊猫宝宝就跟妈妈出来讨生活 谁料网友还没搞清楚状况时 下一秒母子俩就双双破功 眼前这对让人哭笑不得的母子俩正是欺福和福顺 为了要到盆盆奶大阿福近带着孩子一起卖餐 怎么说咱福顺也是有头有脸的熊熊 16年国庆节前夕基地熊猫宝宝集体亮相时 小福顺一个倒栽葱直接脸朝下掉下来 而这张照片直接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 福顺也因此一衰成名成为国际顺 并且他还因长相帅气气质忧郁被称作熊猫界梁朝伟 可无论福顺在国际上名气有多大 回到家还是要被亲妈大阿福压制 福顺从小接受的就是军事化训练 经常熊在地上做妈从天上来 每次福顺安安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 祈福就一定会出现然后抱着他来个过肩摔 不过小福顺也特别调皮捣蛋 他经常趁老妈不注意偷偷带妹妹出去玩 然而每次福来想爬上木架时 抢占先机的他就会千方百计阻止妹妹上来 有时小福顺还会故意把妹妹推倒 兄妹俩极限拉扯一番后福来迟迟没有站到上风 最后气鼓鼓地他跑去跟老妈告状 会声会色描述哥哥是怎么欺负自己的 于是大阿福立马起身来到木架前 有了亲妈撑腰服来终于心满意足地爬上木架 而等待小福顺的只有一计案偷杀 原来这就是来自亲妈的血脉压制 而经常被妈妈教育的福顺竟产生了阴影 有时会躲到树上不肯下来 奶妈越是安慰她她越是委屈爸爸 奶奶走了两个小伙伴 妈妈不得自己 除此之外大阿福这个妈妈还有点不靠谱 这天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饭 把亲闺女坐在屁股底下也浑然不知 一旁的小福顺看到妹妹被压得喘不过来气 用嘴咬着妈妈的后背还拼命地用小手推开 最后扶来被压得发出狗叫 大阿福意识到不对劲这才起身 没曾想他以为自己压得是福顺扭过头去安慰她 只能说大阿福带娃心是真的大 小时候的福顺还特别爱翻跟头 只因奶妈拿走了自己的摇摇木马 气得他在地上连翻了七八个跟头 而长大后的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爱翻过 近日游客拍到福顺拿棍子翻跟头 没想到这小子还是功夫熊猫的忠实粉丝 弓郑 赶紫